我們現在要去那個 嘉義梅山 這不知道是梅山的主旗的 梨山寮火車站 那這一個支線是那個阿里山火車 我們現在來到 阿里山森林鐵路的 梨山園車站 好 看起來是不太像一個車站 因為它就是升鐵車站 所以就人煙溪倒 大部分是以休閒為主 那很慶幸的 這一站還有廁所 所以還不錯 那如果開車就是往這邊上去 那如果步行上來 就是往這個 鐵道枕木 做成的 步道往上爬 這個 這個枕木的步道在爬 之後還會有一點點就是 枕木鐵道 當時在運作時的 這個 的肌油味 那沿著這個枕木 步道向上爬的時候 就會看到阿里山森林鐵路了 那因為阿里山森林鐵路 現在營運上 沒有那麼順暢 所以一天只有 兩班向上、兩班向下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小型的鐵路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雙線道 就是阿里山森鐵 往這一側就是往阿里山 那往這一側就是往嘉義北門的部分 那我現在帶大家往車站的部分去 看一下 因為這個車站非常簡陋 它沒有所謂的月台 只能用這種簡陋的台階 所以 看我們走到 我們所走的 這個是真的有在營運的 阿里山鐵道喔 你看這個鐵道 它是 有摩擦痕跡的 有摩擦痕跡的 只是今天我們來的時間 沒有不對 所以 不會看到火車 從這邊經過 因為它 現在目前每天只有兩班 下行 10點06分跟10點36分 然後兩班下行是 15點 左右的部分 那下山就是 2點45 3點15 3點45 3點45 這樣 就是 x2 公交換 三班那 票價的部分 從 從離山寮 離元寮到 到嘉義北門 可能這裡是沒有辦法上車或加車的 鯉原寮 下山部分下一站是獨立山 上山部分下一站是焦麗坪 那這個占體所在位置是在海拔9010公尺 列車編組停車 這個應該是一個停車的指示標 前面有一個明的字樣 可能是開到這邊西澳明底 往前一點有一個距離標示 是31公里200公尺 應該是距離加義式是31公里200公尺 隧道176公尺 海拔904公尺 那這個應該就是火車的轉測器 轉測器 好就可以 就是可以讓火車變更軌道的部分 那他有用那個鎖頭把它鎖起來 避免遊客在這邊調整 那轉測器可能 作動的時候它會 它那個 那個鐵路這個會靠進去 火車就可以這樣 啊現在沒有靠過去火車就可以這樣直行 小孩子在火車的 暫體軌道之間發現這個紅色點點的驚訝點 那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未被發掘的景點 我覺得環境非常好 但是遊客不多 適合平日在這邊野餐 那黎原寮的暫體 大致上就是 原前女象所承示的這樣 大概是 非常小的一個面積 總共有三隻耶 這裡一隻 這裡一隻 這裡還 欸這隻被飛了 大到有一點像蝙蝠 大到有一點像蝙蝠 嘿嘿嘿… 你看看那的一點像蝙蝠 那我們踩下了 別跑掉 別跑掉 嚇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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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我一下 嚇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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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你一下